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节目 大概是为老大哥做东的G20峰会助兴 北韩小兄弟送来了一份迟到的贺礼 9月9日朝鲜金三胖进行了第五次核实验 朝鲜央视在公开证实这项消息报道中表示 为判断核子弹头的威力实行了核爆实验并已取得成果 看来三胖还是给足了老大哥面子 没在G20峰会期间引爆核弹 否则中共这张脸恐怕被打得至少要肿上一年 对于这次造成相当于五级人工地震的核实验 联合管理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称将立即着手采取适当措施 并准备起草新决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立即发布声明表示 美国永远不会接受朝鲜成为一个核国家 并向韩国和日本重申了美国会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地区盟友这一不可动摇的承诺 而中共的外交部除了对三胖这种疯狂举动 第五次表示坚决反对之外 更多的力气却花在了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上 就在朝鲜核报当晚 共军东部战区陆军的官方微信 推出了一篇几乎是骂大街本的文章 标题是 部署萨德一切免谈 中国没空陪你们扯淡 虽说是没空扯淡 可这位笔名叫肖玉的环球网评论员 在这篇文章里还是扯了不少 他先是不打自招地承认 中方今年不派员参加首尔房屋对话的真实原因 不是什么工作安排原因 而是表达对部署萨德的不满 接着他咒骂韩国是吃了秤驼铁了心 公开以中国和俄罗斯为敌 死心塌地的充当美国的马前卒 最后奉劝韩国 真正能够保护韩国安全的不是萨德 也不是美国 而是与周边国家的牧林友好 翻译一下 他的言外执意是说 与中国搞好关系 韩国才能安全 因为除了疯子朝鲜 中国是韩国周边唯一不那么友好的国家 肖遇这个逻辑确实很拧巴 拧巴到不只是扯淡 因为地球人都知道 朝鲜原本是中共豢养的 用来牵制西方 要挟国际社会的疯子 而这个疯子现在已经失控了 根本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 哪天惹毛了 把核弹扔到北京 也是说不定的事 与你搞好关系 疯子就消停了 其实韩国就是因为看清了 中共这个既无能 又无耻的邻居 不可靠 才找来美国部署萨德的 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都临不清 甚至故意混淆 岂只是扯淡二字而已 所谓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有网友直言 从历史和事实上都证明 美国威胁的不是中国人民 而是某些专制政府政党 部署萨德不管背后的阴谋如何 但是保护韩国日本美国民众 不被核弹攻击却是真的 而三胖的核爆炸 却实实在在的威胁中国人的生命 中共反对保护人民的萨德 却不反对要杀死中国人的核弹 能用什么词形容 而不会感觉词被侮辱呢 当然说中国政府完全不在乎 核爆的威胁也不尽然 根据喉舍媒体报道 环保部在朝鲜核爆之后 就全面开展了东北级周边地区 辐射环境应急检测 人工放射性核素采样分析 及技术研判 结果是未见异常 并安抚大家说 朝鲜第五次核试验 目前尚未对我国环境和公众造成影响 对于这种朝鲜核爆无害的说辞 有网友吐槽 当年日本辅导核辐射 这污染那影响 国人恐慌地把食盐都买空了 而隔着牙绿江的朝鲜搞核试验 就无污染了 就差说改善东北环境了 看来革命友谊决定核辐量 倒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这次表现不错 在其题为 又核爆朝鲜的危险赌局一文中 主张对朝鲜增强制裁的严格程度 因为朝鲜还没有太感到疼 文章还称 一边是核武一边是萨德 核试验是为了对抗美韩 萨德是为了威慑朝鲜 但博弈的结果受到威胁最大的反而是中国 因为都在中国门口 从这个角度看 北京的半岛战略是不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应该说这是喉舌媒体口中难得吐出的一颗象牙 是喉舌媒体口中难得吐出的一颗象牙 是喉舌媒体口中难得吐出的一颗象牙